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杀出了黎明 影片开场 在美国西部一个鸟巴拉屎的小镇上 当地的警长走进了路边的一家杂货店 这位警长可是老行人了 眼里从来不揉啥 甭管是谁 自要是打他眼前一过 他立马就能看出谁是喜阳阳 谁是会带狼 警长跟店员闲聊了一会儿之后 转身去了卫生间了 这个时候越狱出来的银行劫匪乔治 和他那位死变态的弟弟昆廷出现 这二位可都是恶贯买赢的罪犯 在警察的追捕下 决着定一路向南逃算 在这个过程中 兄弟亚不仅干掉了五名德州巡警 八名警察和三个平民 还绑架了一个银行职员当人质 这都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匪徒 意识到美国肯定是带不下去了 于是便打算跑到墨西哥避避风头 由于昆廷怀疑店员给警长发了暗号 因此七里咔嚓就把刚撒完尿的警长给杀了 中了蛋的店员不甘心坐以待毙 掏住枪跟乔治和昆廷玩命 最后被店里的羊酒给烧死了 乔治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咱现在是逃犯一定的低调 警长只是简单的尿了个尿 你就让人家叫饭票 也忒不扣道 昆廷说我是死变态就认不坏 两人唠唠叨叨开车车上路 随后兄弟俩开车车来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把后备箱里的人质银行支援悲催姐动进了屋 乔治说大姐啊 虽然我弟弟是个死变态 但本质还是不坏 你自要是老是八交不耍花招 到了墨西哥我们就把你给放了 虽然乔治向悲催姐做了保证 但他那位变态的弟弟昆廷可不这么想 乔治出门之后 昆廷就开始对悲催姐动了动脚 由于悲催姐不太配合 这个死变态就把悲催姐给杀了 乔治回来一看气的就是一阵干颤 说你简直就是个无耻混蛋 牧师王德白本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他老婆在一次车祸中 不幸被上帝给带走了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王德白能不脑心吗 于是老爷子一怒之下 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开着房车 带着自己的闺女春花和儿子胖嘟 出去游山玩水 为了能顺利越过边境 乔治和昆廷绑架了王德白一家 乔治说大白啊 你自要是掩护我们哥俩安全国内 你们爷仨全都能保住命 如果敢跟我耍花招 你们一家老少全保肖 王德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否决了他儿子胖嘟要求抱紧的小伙 带着乔治和昆廷进入了墨西哥 黄昏时分 异性人来到了兄弟俩 跟墨西哥黑帮老大兼兵的地点 一个非同寻常的酒吧 可由于身份不明 门卫把他们给拦住了 这哥俩平时恨惯的 上去就把门卫给胖嘟了一个 这个酒吧就是个 违法乱纪坏家伙们的聚集地 风格诡异一看就有猫腻 酒吧的弯刀大哥说 这里只接待摩托车手和货车司机 你们俩赶快给我滚蛋 不然就让你们好看 眼瞅着要动手 在王大白的斡旋下 双方终于化干额为玉帛 无手言和了 可就在几个人边喝酒边闲聊的时候出事了 刚才被揍的那个门卫 带着一帮人来找乔治和昆廷报仇了 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要说这哥俩不愧是亡命之徒啊 七里咔嚓就把那几位给杀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闻到血腥味的舞女突然摇身一变 现出了吸血鬼的阵神 上去就把昆廷给咬死了 影片从这里画风彻底变了 从刚开始的警匪片 一向就跳到了八根子打不着的魔怪类型 那些服务员和舞女全都变成了吸血鬼 酒吧里顿时是一片大乱的 吸血鬼们一个个姿着疗牙准备开饭了 弯刀大哥本来长得就丑 变形之后就更难看了 而且这战斗力确实不咋地了 完全没有了入行之前的那股子狠劲 惨叫一声戏份当时就杀了情了 经过一场混战之后 除了乔治和王的白衣尖三口之外 又多出了两位重要人物 酱油叔和小胡 乔治一看自己的弟弟死了 那心里甭提有多难受 他本想着说几句贴心话抒发一下 可没想到昆廷突然就变了异了 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乔治在下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分寸 光光光地就把昆廷给砸死 而且没有丝毫的犹豫 说话说真遗憾的 大哥你尖案顺便了 乔治说我弟弟除了偶尔杀人越货 本质还是不错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一些没有死透的吸血鬼又开始太乱了 小胡子在搏斗中不幸被吸血鬼给咬 吸血鬼们一看小胡子入伙了 于是急忙给新城园下达了指令 让小胡子把屋里的这几位全都插了 被迫加入组织的小胡子很快就变异了 上去就把正吹牛的酱油树里咬 然后又咬了王的白 这头鸣撞算胶上 被咬伤的酱油树可泄坏 一把揪住小胡子 就把自己的上线给扔了出去 门被砸开之后 外边那些吸血蝙蝠呼啦啦全飞进来 乔治一看大事不好 拽着冲荷胖子撒子就跑 王的白被咬之后不肯扔命 一直在跟病魔作斗被 老爷子且战且队跑进了地窖里 王的白说 再过个二三十分钟我就要变成吸血鬼 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们等我变异之后咱们同归于尽 要么现在就冲出去杀出个黎明 说干就干 这几位利用现有的资源很快就武装了起来 王的白说 最后我再啰嗦几句 一会儿杀出去之后 你们只要是看到我变异了 必须马上把我给干掉 能不能做得到 乔主说放心吧我没问题 王的白又问冲荷胖子 毕竟是自己的亲爹 如果答应了太痛快了 会显得很没有人性 俩孩子象征性的做了一会儿思想斗争之后 最后全都答应了 几个人协商好之后 退门走出了地窖 刚开始吸血鬼们 还真被这四位誓死如归的气势给震慑住 后来一琢磨不对呀 都是人怕鬼哪有鬼怕人呢 于是一场人鬼大战开始上演了 王的白在这个过程中 终于扛不住变异了 并且上去就把自己的儿子胖嘟给引 胖嘟也没客气 一枪就把他老爸给逼 其他吸血鬼一看那能干吗 抓住胖嘟是又坑挠 胖嘟说姐呀赶快给我来一下 我好到后勤那里面当啊 胖嘟死了之后 就剩下乔治和冲花 眼瞅着这个二位要倒霉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太阳出来 然后跟乔治街头的墨西哥黑王老太太 随着镜面反射玻璃球的转动 一道道阳光就像一颗颗子弹的 吸血鬼们很快都领了河饭 影片的最后 无牵无挂的冲花 本打算跟着乔治一起走 但被人性尚未泯灭的乔治给拒绝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一对兄弟俩人渣 导演编剧一成仙 本想是部警匪剧 谁料变成魔幻片 你说牛餐不牛餐